我还要脸呢 你知不知道你啊 你真有死心心啊 你 你还想打我啊你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你说实话 你不来呢 干什么干什么 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你 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你 真是 闺女 你们呢 怎么回事啊 我什么都没干 她什么都没干你 你不说实话啊 你跟你爹也不说实话你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干什么 我这脸都让她丢不近了我呀 跟跟跟爹说 有没有 告诉我又怎么回事 你说不说二姨家 嗯 你真是去二姨家了你 你在撒谎 你去你二姨家了啊 你还干什么去了 你再撒谎 打脑袋打脑袋打散了怎么办 打散了我养我的 你养什么你养 我让真人去赶集去啊 你那真人的这些人都在那议论呢 我的脸呐我呀 不是你说 我的媒体呐放 你议论什么了你倒是说呀 他给那个刘伍斯 啊 雅儿 哎 这样 还还这样 叼唧叼唧叼唧的 丢不丢人 不是 你闻闻的丢不丢人啊 我这一会儿我在村子里 我怎么出去吗 我干着你丢人吗 哎呀行了行了 你行了 你你妈说那事真的吗 啊 你看你这孩子你给句话啊 去看便衣警察去了 对呀 他去看便衣警察去了 你看 你问他 他出来 还干啥了 啥呀 你说啥呀 这两个年轻人你说在会儿干啥 啊 行行行 丁儿 你你跟刘伍斯没没干别的是吧 还干什么呢 你们 行行行行 不说不说不说 不说啊 所以说肯定没干别的 没干别的让人弄到盘伍所去啊 你谁审了大半熊啊 你丢不丢人这么进盘伍所去 行行行行行 我打死的算了我呀 你听我一个 你听我一个 我养人的 我都养到盘伍所去了吗 你听我一个 这事呢 呃 甚至不能全赖咱人家闺女 那刘伍斯要不勾引他 他能去吗 是吧 这老刘姐这二小子呀 也是 你说你也不看看你们家那样 你这不是赖喊们想吃天鹅肉吗 是吧 你敢 我妈拍了老刘姐 你看 我妈 我都 我都挠死他呢 我妈 我说怎么样 你家那二小子 电视我公司呢 他怎么说 跟我说 没不可能啊 没这事啊 你看 出这事了 老刘姐没一个招调的 行 不说这事了 我拿你当祖子了 你自己冻着呀 你那给我看出这事了 你这事不说 你这事不提了 不提了 一边点啊 这还没你说话分 你生气我还是加点 我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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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是我们家 哎 在我们家我怎么不能说话呀 能不能少说两句话呀 别说 他在我们家我还不能说话呀 你看对不起啊 对不起 跟你闺女说 以后大人说话晚辈 别插嘴 什么人啊 讲理 怎么不讲理了 你说这怎么不讲理了 我回头说他 我回头说他 行了行了 是这么回事 你们家五四啊 没事老勾引我们家闺女 哎我跟你说啊 这事成不了 是吧 行 我们就是过来说一声 这不算不讲理吧 不算不算 他五四勾引你们家小劲 谁不信呢 不是你说你这孩子 你怎么不 别烦养一口了 我看哪个小心 客人我查五四还查 你能不能说话呀 能不能少说两句 你说话呢这是 少说两句行不行 对不起村长啊 来来来 您快坐坐坐 我做什么呀 我做 谁少说两句 谁 村长来了 村长 丁美啊 坐坐 坐呀 坐什么 坐什么呀 你家 刘五四现在没对象呢 没有啊 没对象就着急找对象了 啊 丁美啊 你是要给我们家刘五四 介绍个对象 这事好啊 你可去一边写个你 你要不看看你 我拿啥给你介绍去 刘鲁贵 你过来 新娘 你们家这二小子 自打复原以后 怎么老黏着我们家闺女 谁黏和你们家想劲了 是你们家小劲 黏和我们家五四 别想 拿什么话你 那去 村长讲事呢 这孩子太不懂事了 我跟你说大九福啊 对的 你们别认为我说话难听 对不对 咱这都是当爹妈的 你看看你们家这条件啊 我能把我姑娘 嫁到你们家里来 这可能吗这 弟妹啊 我们家确实 起不起孝敬啊 嘿 你这是说了就明白话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其实呢 就是我们两口子来 也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让你们家五四啊 以后别老一天到晚的 啊 是吧 就是让刘五四啊 别老去勾搭我姑娘 啊 你说这一个小伙子 一大姑娘的 这天天没白天没晚上的 在一块儿这 你现在人派出所 都知道这事 村长 我们家五四 把你们家小静子怎么了 那么的干嘛 哎呦 他 那个 你你你就记住 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什么 你说你们家取不起小静 我们家五四 的确取不起小静 就这句 行了咱回去了 他们俩先你 回去啊 回去 村长 爸 你这干嘛呀 迪三下四的 跟着鸡刀米似的 咱有什么错呀 凭什么跟他们这样啊 嘿 没事找事是吧 啊 哪错了不知道啊 哎呀 你们家是赖蛤蟆 上了花椒树了 要求太高了 行了行了行了 还惦记我姑娘 看要不要脸了 啊 要不要脸了 你才臭 你 弟妹啊 你给我面子吧 哎我跟你说啊 大酒 这还就是给你面子了 是吧 要不然就这个啊 啊 八八八八的 你跟我八八个屁 哎呀 你瞧瞧你们这家吧 瞧瞧你们这一个个吧 包嘴片子三娇眼 都都穷一辈子吧啊 你们家才穷一辈子 倒一辈子围呢 你这早说话呢你这啊 你不教育破村长吗 要什么了不起的 跑到我们家来欺负人 谁怕你呀 谁怕你们啊 你管不了是不是 我替你教育他 哎哎哎哎 小嘴 哎 干什么干什么 干什么还真动手啊 你们啊 不是你们有完没完啊 你们 行了行了 让心理掉 哎 哎 哎 我去 你管不管了你啊 打人了你没看着呢啊 我也没打我呀 你藏什么呀 打酒壶 啊 陈妮娅打我呀 哪有这个 你 你欺负他 小子 你怎么打我啊 你再打我 你打我妈 你再去打 你还要欺负人呐 你们俩一块打我 大姐 你一块 你打我妈 你再去打 你再打我 你再去打我 你再打我 你再去打我 要去哪 干嘛呢 你们俩要打一个呢 我 你俩要打一个呢 你俩要打一个呢 来 好 我妈干嘛 都是你惹的祸 我惹的祸 我惹的祸 你打我呀 你打我妈干嘛 不是 拿 往这儿 来 你 打 不是 打呀 呸 呸 呸 儿子 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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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赔不上 我 你家穷 我是癞蛤蟆 我臭不要脸行了吧 我臭不要脸 我们家三脚眼 没钱 穷 对不起你们 你们家五四可有出息了 这位你们家冒青烟了 谢谢 恭喜恭喜 你说那天吧 到人家说事 说完就完了 你没事你跟人动什么手啊 寒碜了吧 不是啥寒碜的 这穷着的裤子都要穿不上了 咱们整身警服 他就能出息到哪去 我跟你说大酒窟 可到家请咱两回了 咱不去不合适 不去啊 给他那脸 不是那你看看 你看看这村的人差不多都来了 就差咱俩了 你能跟他们比啊 你啥身份你不知道 不去 这娘们真个色黑 我跟你说啊 五四这孩子 比他爹巧 你巧那天那大嘴巴臭的 那是他比他爹还缺心眼 什么叫缺心眼啊 人家叫爷们 真没想到 我的人生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那次还真就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我以成绩第一的身份 穿上了警服 我记得有一本书里说过 人生的一切偶然 都产生在必然之中 如果我没有当兵呢 当过兵 我如果没有入党呢 如果复原了 不是哪来的回哪去呢 如果那天晚上 王子他们没有投钢筋呢 也许 这就是命运吧 放下武器 将相不杀 不放 你放不放 开下来啊 不放 放 举起手来 转眼圈 追 这还挺饿的嘛 吃土 吃土 哎呀 哎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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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憋死我了 不太熟练 又不是第一回了 总共才两回啊 那以后我天天让你去 真的 这又开心了吧 你可以好好喜欢我了吧 可以了 别赶了 别赶了